然后我们开始做我们的有机去虫教授 来吧小朋友们 把我们刚刚切好的海草放到桶里 这些都往里放吗 对 都放里面 那就赶紧端着框倒吧 对 倒住吧 我来 我来 因为这是山上采的增好药 然后它效果也特别好 有机去虫的成本要比化学房子要低的 因为它主要用到的就是村里常见的植物 下一步开始 这是啥 红糖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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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要吃吗 给微生物吃 我能甜一甜吗 甜的吗 甜的 没问题 红糖水 绝对红糖 确实红糖水 对 怎么样 尝一尝 对 你们要尝尝 就是红糖 你拿小指头 你有了这个味觉 你就会永远记住这个东西了 对 要倒进去 对 倒进去 然后这个红糖就是给里面 微生物提供营养 现在该加水了 现在该加水了 我来 开炸 放水 好 好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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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快吧 降温了 不错 为什么这个杀虫子 还是杀不了的 杀不了的 它是切除 就是让虫子就不来了 对 如果这种蛆虫教授 特爱广之 能不能取代农药呢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取代 其实像人生的车河这个地方 大家去那个田地里面看 你是几乎看不到虫子 这个环境不是它生长的这个环境 或者是它不过一些微生物 形成这个健康的环境 虫子之间呢 它也会形成一些生态链嘛 切断了害虫的这个食物链 它觉得没法在这吃 这个地方它闻的味道不对 所以它在这里就没法生存 就驱开着它 对 差不多了 关水 刚好摸过去 看到没有 看我们的量掌握得多么精准 来 那这个东西叫做菌济 它里面是含有很多微生物 会把我们这一桶的原料 变成我们的蛆虫教授 来 姐姐现在加进去了 这个原料呢 也是我们在本地培养的 你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取自于本地 都是本地的 用本地制作的东西还给本地 大自然还给自然 对 好了 现在搅拌一下 我来 咱们给邵老师制摇摇摇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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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彻底给它拌匀了 现在我们要把桶盖盖上 盖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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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艳养艳光 对 我们制作的酵素呢 它其实除了出虫的酵果 它还可以当作我们植物的营养剂 它在我们整个有机种植过程中 起到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增产 增质 增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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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